繼續說這段 這段這是 以前叫做蘿莎飲料科技 這段插名是 在 100年10月3日 去插名改造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這是我的好朋友 這段插名也是我去那辦的 樓梯的鳥 我去那辦 專業小董的也我辦 自公司的名 電金也是我辦 這些資金的 冰棟 那時候說得白了 那時候是 我有說一遍說 有一些完工 受僱的時候 年薪水就發不出來 那我在專家 每一個人借他三千塊 那 慢慢日積的 讓他做 業績做出來 這是說故事 問題是 這些人齁 沒有存 事實 沒有存 事實 沒有存事實 我就不得不得 調這個資料 你想這個資料 這是 95年6月 稍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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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引進一個 二客模 在台灣 當然 當然 是不是 他經過 我們的醫療器材公司 和台大 去用 因為我沒有去瞭解 我只是說 他是可以請給他 二客模 之父 和一個 二客模之母 你就知道說 我這個朋友 在 108年 三月 時間 在亞東醫院 之後 就是 我有講的 那些 善不夠 老婆 就變成說 血液疏鬆的問題 我 要講這個原因就是 要誠實信 誠實的信用 要誠實面對 我一直經常說 任何事情 不管是 這政黨 或是在亞黨 或是 我們人跟人之間 都是要這樣面對 如果像這樣 很麻煩 很麻煩 也是要面對 是不是 也是要面對 所以我 稍後 我就提示 這個 羅莎 另外一間 辦公設備 這個辦公設備 這個租金 也是我提供的 我 我 會 一支 說給大家 參考 我要講這個 過期 大家 極減參考 超級的 不用了 我 看到 有 是 有 有